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已结束,双方谈判的细节流出。 美媒称,中方在扩大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以及进一步向美国资本开放中国市场方面取得进展。 日媒认为中美间在知识产权领域达成了高度一致,双方间最棘手的问题将留待更高级别的会谈解决。 为期三天的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已于1月9日在北京结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9年发表简短声明称,此次谈判是落实美中元首于2018年12月在阿根廷会晤时达成的协议。 声明表示,通过90天谈判取得中方结构性改革,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智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窃取商业秘密、服务和农产品。 谈判还集中在如何落实中国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制成品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承诺。 声明还补充说,谈判代表已转达总统川普希望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解决持续的贸易逆差和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承诺。 据熟悉讨论的人士透露,双方在会谈的第一天,详细说明中方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细节。 知情人士说,美方商务部、能源部和农业部门的谈判代表,试图与中方敲定超出中方预期的购买量,以及要求中方承诺在特定时间内的购买量。 作为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标志是,北京8日在谈判期间宣布,批准进口无种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这是美国农民和农业企业多年来寻求的举措。 在会谈中,双方接受了川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更具挑战性的贸易要求,包括要求北京不再让中国公司和官员向美国公司施压,要求美国公司违背意愿转让技术。 美方还要求中方减少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也便为外国公司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中方已经就禁止侵犯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移向美方提交了方案,美国方面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接受。 如今双方间留存的分歧已经所剩无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称美中双方在中方进一步采购美国商品与服务,以及进一步向美国资本开放市场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双方团队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要解决已经扰乱全球市场的贸易战需要展开更多商讨。 知情人士说,尤其是涉及中共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双方存在很大分歧,中共领导层将大型国有企业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基础,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使广大国有企业更大。 这是美中两国于2018年12月宣布关税战暂时休战90天以来,首次举行腹部级的贸易磋商,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将留待更高级别的会谈解决。 知情人士表示,双方此轮贸易磋商为内阁级官员进行下一轮会谈铺平道路,可能接下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会谈。 由于中共在过去几年的谈判中,也都做出过类似的承诺,却从未履行过承诺,川普政府的谈判官员表示,他们不希望这次与中共交手,再度陷入这种毫无所获的结果。 据了解,美方正在思考确保北京会履行承诺的方法,选项之一是维持目前对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直到北京履行承诺为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特别提醒,美中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需全面落实,包括持续检查和有效执行。 美国贸易代表署周三发表了一份声明,两度重申美国希望中方能在贸易结构性问题上有必要的改变。 有媒体评论称,这份声明缺失了两项关键信息。 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书面声明,并未提及美中双方究竟达成哪些共识,但两度重申美国希望中国能在贸易上有必要的结构改变,以解决双方间的结构性议题。 声明称,美国总统川普仍然致力于解决美中贸易逆差及结构性议题,以改善两国贸易往来。 USTR书面声明表示,这一轮会谈双方讨论了让两国贸易关系达到公平,互惠与均衡的方式,双方还谈及,如果美中之间在贸易上达成任何协议,都需要是能持续检验且有效执法的全面执行方案。 声明说,会谈也就交中国承诺向美国购买大量农业品、能源和制造业产品,还有其他产品和服务。 USTR再次强调,美方希望能在强迫技术转移,智慧财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及盗窃商业机密,服务业及农业等方面,促使中国实现必要的结构性改变。 声明没有公布下一次面对面会谈的时间表,指声明代表团将向华府汇报这次会谈的情况,待接到新的指示后再采取下一个步骤。 中共外交部当天也对外证实,在北京举行的贸易谈判已经结束,但不愿评论结果如何,只说稍后会公布详情。 外界注意到,这次的会谈原定时间是7号至8号两天,但实际上延长了一天至9号才结束。 在中共外交部9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这个细节,发言人陆康回答说,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经贸磋商确实延期了,延长了一下。 那么延长是不是意味着磋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磋商确实是双方都要付出一些努力的? 我只能说,磋商延长,它意味着双方是更加认真的进行这次磋商。 另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及对外农业事务的赐掌麦金尼带着行李离开旅馆时对媒体说,我想会谈进行得很好,对我们来说很不错。 路透社当天评论称,USTR的书面声明只是强调称美中官员讨论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却缺失两关键信息,没有明确提及三天谈判的任何具体结果细节,也没有公布进一步面对面谈判的时间表。 有经济学家表示,刘鹤访美的时间将是一个关注点,可以说明本次谈判是否真的有进展。 南华早报报道,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有迹象表明中方愿意购买更多美国农业和能源产品,并允许市场准入,但美方要求中方结构改革,停止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这些是会谈中的主要分歧。 分析师表示,贸易工作会谈的积极势头将需要双方更多高级官员跟进,例如负责美方整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来特息则,中方则是副总理刘鹤。 分析师认为,虽然可以延长90天的管税停火协议,以便在棘手贸易问题上获得更多机动空间,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很快达成实质性协议,或者现有的关税是否在谈判桌上被谈及。 USTR声明说,双方官员还讨论了达成的任何协议纳入查核机制全面实施的必要性,以持续地进行核查及确保有效执法。 荷兰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庞女士表示,刘鹤在这轮会谈后前往华盛顿的时间,对市场来说非常关键。 如果刘鹤赴美是在这些会谈之后立即进行,那真的意味着可执行的事情将会发生,如果发生在下个月前后,那么你会感觉到目前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可执行。 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曾报道,如果第五轮谈判进展顺利,刘鹤将赴美和莱特希泽及美国财政部长母亲会谈。 庞女士说,有可能休战时间会延长,或者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较低关税税率。 他表示,虽然北京可以采取轻松步骤,如从美国进口大豆、棉花和液化天然气,但在技术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包括中方需要向美方证明其对知识产权的承诺,对违规者的处罚,以及还要解决美国对中企在电子元件方面的限制问题。 贝克·麦肯奇国际商业和贸易业务集团高级律师考虑表示,他预计谈判代表可能已经制定一个协议框架,但除非中方满足美方的所有要求,否则现有关税将无法完全消除。 他说,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进一步延长这项关于推出新关税的休战协议,但可能不一定能解决那些已经生效的关税。 我们一直在听到有关双方之间分歧缩小的报道,但缩小分歧并不是泥河分歧,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分歧。 自去年7月贸易战开始以来,美中已经互相征收价值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 美方关注核心是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等一体。 如果美中无法在3月2日前达成协议,美方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中美双方的贸易谈判如同接力比赛,即将进入下一个关键环节,跨篮跑。 华尔街日报1月9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双方在达成协议方面有新进展,但最棘手的问题要留到后续的高层会谈来解决。 美中两国结束了2019年第一次面对面贸易谈判,但双方团队需要更多的后续讨论,才能解决这一场贸易争端。 中美双方工作组于7至9日在北京进行了三天的会谈,双方在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以及进一步向美国资本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知情人士表示,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包括减少中共对国内企业的补贴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这意味着仍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知情人士表示,双方在贸易方面为内阁及官员进行下一轮会谈铺平道路,可能接下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会谈。 中美新一轮谈判于中医在中国商务部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之前预定的两天。 本轮谈判以分组方式进行,涉及非关税措施、知智产权、农业和工业采购等领域。 据熟悉讨论的人士透露,双方在会谈的第一天再详细说明中方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细节。 知情人士说,美方商务部、能源部和农业部门的谈判代表试图与中方敲定超出中方预期的购买量,以及要求中方承诺在特定时间内的购买量。 在会谈中,双方接受了川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更具挑战性的贸易要求,包括要求北京不再让中国公司和官员向美国公司施压,要求美国公司违背意愿转让技术。 美方还要求中方减少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也便为外国公司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知情人士说,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尤其是涉及中共国有企业的问题上。 中共领导层将大型国有企业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基础,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使广大国有企业更大。 对比之前中方对美方要求的清单分类,可为本次谈判进展另一个参照标。 之前大陆社交媒体有传闻说,中方这次不敢重复过去的应付模式,已从各个相关部门抽态人士,并要求所有细节落实到实处。 在前四轮中美贸易谈判中,中方已将美方的要求分为三部分。 第一,涉及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商品的要求约占30%至40%,中共官员认为可以立即满足。 从第五轮谈判目前传出的成果来看,在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上中方估计再次开出巨额订单,但这次的订单要求中方承诺在特定时间内完成。 第二,涉及市场开放的要求约30%至40%,例如提高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上限,并授予他们更广泛的运营权限。 中共官员认为,这些谈判可能需要几年。 第五轮贸易谈判,知情人透露,双方在进一步向美国资本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第三,涉及要求中共调整行业政策约占20%至40%,包括停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不公平补贴,不干涉美国数据公司的运营,或者停止施压美国公司转移技术。 出于国家安全或政治原因,中共不同意就这部分中的许多内容进行谈判。 同时,中共也不承认强迫美国企业向其中方合作企业转让技术。 第五轮会谈来看,美方继续在这些关键领域直接施压,并谈及中共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补贴问题。 外界认为,美中之间跨缆跑的最大挑战也是这部分,如何让北京确保做到承诺的,并进行结构性改革。 据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已请多个行业团体及智库提出如何使北京恪守承诺的建议。 12月1日中美首脑在阿根廷G20进行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达成90篇暂时停火协议, 双方同意就强制技术转让,知智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等结构改革进行下一轮谈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所所长图新权告诉香港南华早报, 双方最终的协议可能要到最后一天才能达成。 他认为,本周会谈是集中讨论技术细节,随后双方高层才能做出艰难的政治决定。 兴展集团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拜格告诉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 在中美第五轮贸易谈判后,贸易战也不可能在未来三到六个月内结束, 因为分歧领域远远超出了进出口。 拜格认为,双方可能有望将三个月休战延长至夏季, 这样可以为全球经济在今年上半年提供一些喘息机会。 如果情况不会恶化,我们则会松一口气。 施以银弹增加采购美国货,外界认为这是中共最容易做到的, 也是乐于满足美方的诉求,正好借机向美国示好。 因为中共赖以维纪政治,社会大局稳定的GDP增长已经严重放缓, 中共期待在这一轮谈判取得成果,制止贸易战滑向更糟糕的局面。 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将在3月2日提升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可能在玩一个先疫后难的游戏, 可能先用银弹稳住美国,然后让时间去消磨一切。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接下来进入到深水区阶段的谈判才是真正的角力。 在这个阶段中,中方可能不仅会感到难谈,而且不会轻易让步, 中共很难完全满足美方的胃口。 所谓真正的角力,就是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涵盖着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复杂议题。 这牵动着中共的利益红线,甚至影响到中共政权。 而角力的对手也可能将升级,由白宫鹰派代表人物,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付习近平的主要经济助手, 中共副总理刘鹤,商务部长罗斯也是放了悲喜交加的信息, 达成协议容易,中共是不是会遵守并执行协议, 这个很难把握。 法广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表示,美方之所以戒心难除, 是因为中共在这方面的记录太差,美国有深刻教训。 北京以往每次谈判都承诺开放市场, 结果是在华外起遭遇的障碍却在逐连增加。 这也是莱特希泽主张铁腕对中共的原因。 这位鹰派主将认为,中国采购多少美国商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共必须做出结构性改革, 他希望川普继续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迫使中共改变。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说,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实施多项方案, 比如继续维持对中国商品课征关税, 直到北京真正兑现谈判中的承诺等等。 时事评论员杰森表示, 可以预期,美中双方下个阶段的谈判将会更加艰难, 不过艰难不代表完全悲观。 中共有可能再次打太极, 表面上与美国达成协议, 甚至有可能完全接受美方的要求, 用妥协后慢慢兑现的方式来换取时间。 杰森指出, 以往的经验值得注意, 为了防止中共以拖待变, 川普政府应该有监督, 保证或执行工具, 加强有效执法, 以此确保北京兑现承诺。